交通如果产生拥塞的话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如果不设计好整个交通路线的规则的话 那么交通将陷于混乱之中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计算机系统当中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仔细的设计 以确保信息能够快速准确的送到它所需要的地方 为了更好的描述以上问题 我们准备进行一个五人组成网络的传递水果的实验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正确的颜色的水果 就像是这样 在最开始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水果是被随机分配的 你可以传递水果到你身旁的有一只空手的人手上 那么这个活动是被禁止的 因为这个穿蓝色衣服的男孩 并不是站在这个穿绿衣服的女孩身旁的 你有时候不得不放弃掉 跟你自己颜色相同的水果 去保证整个团队达到这个目标 通过一系列的合作 每个人最后都能拿到了 最后跟自己衣服的颜色同样的水果 你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来试验你的这个网络 这个直线的版本从最开始看来并不是太蓝 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访问我们的Unplug的网站 csunplug.or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